丁特 中路是GEAR 下路的RAZEN 以及 OLE 雙雷連線 今天一來要聯手出擊 OK 也是跟昨天一樣的一個組合 沒錯 那目前的話還沒有看到 Maple Stone 掏出過他這擅長的鬥士型的角色 昨天是2比0結束掉了M7的整個系列賽 其實Maple Stone 比較出名的角色呢 有藍寶跟菲歐拉這種都是比較偏鬥士型的 是是是 反而跟現在的Meta有點不太像 今天丁特的這個看起來狀態非常的好 雙手一敲 已經完全預告他等一下要怎麼做了 震生氣了 震生氣了 等一下就要來載至整個戰場 那這剛剛畫面看到的是中路的GEAR 也是HKE在這一季新加入的中路選手 那在這邊再做一次的介紹 他曾經打過LSPL的次級聯賽 就是次級的次級聯賽 代表只是一個城市杯 所以他並沒有任何跨賽區的一個職業賽的紀錄 OK 對 所以其實是可以直接登錄到MS的名單當中 好的 那麼以上5位就是今天出戰HKE的選手名單 接著下來我們要看到SENTRY紅方的XGAMERS 哇 每一次看到XGAMERS的這個照片 我都想到了以前某一個卡通裡面有一個組織叫XLOSS 每一次出場的時候都會有一種聖光感 然後背後就會背一個鐵促女的棺材在後面 而且他們的制服其實也蠻像的 很像啊 就整個白色 他們就插後面來個燕尾服的尖尖的那個有沒有 就是拿著一把小手槍在那邊裝屁 不是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出戰五名選手 上路的Nexus 然後Jungler的Yo 中路是SWAKO ADC的龍奔貝以及下路Support的Suki 五名成員 我個人會比較想要看到的是中路的SWAKO 曾經被譽為LMS可能是其中一位超猩猩 沒錯 今天要來對上的是HKE 新找來的中路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碰撞 因為他們昨天是0比2輸給了JT 輸給了JT 我覺得今天對HKE來說還會是一場硬戰 我覺得很硬 應該比昨天那個更硬一點 我覺得 因為現在的HKE如果說他一直保著昨天這樣一個勢頭的話 是很有機會可以衝擊到目前LMS的前四名的位置 算是如果這一場在2比0拿下的話 他有辦法暫時的當第一友 暫時的當第一友 曾經擁有 總比沒有擁有過 沒錯 MSC也曾經當過第一友 你也曾經當過 因為你們先打吧 那時候你們先打了比賽比較多 所以當然是第一名 這個開機第一場打DOR YES DOR都不在了 你不要這樣 鞭屍 不要這樣 但是XGAMERS今天準備要出戰HKE 我個人認為在打野位上面的比拼也相當重要 兩邊都是欲為隊伍帶領風向者 為什麼Dinter看起來這麼激動 他已經拍了他的那個桌子拍了好久 你們是不是設備有什麼問題 皇上現在非常的憤怒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需要舒展一下筋骨 這個桌子的高度怎麼跟我家裡不太一樣 沒有錯 來人啊 給我換一個 你看我的肩膀都沒辦法抬起來了 沒有 我相信Dinter應該不是這麼覺得 那今天其實現場 也有相當多HKE的粉絲來幫他們所喜歡的選手加油 我個人認為這個對決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因為今天才第一週的比賽開始 而且據說等一下也會有我們LCK的一些 這個隊伍的選手會來現場看比賽 沒錯 我記得是龍族 對龍族 雖然說這個可能台灣有些觀眾 不是對他們那麼熟悉 不過有LCK的隊伍願意來台灣的LMS來觀看比賽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他們剛好在昨天的三創 有一個粉絲見面會 沒錯沒錯 在這裡的話其實我剛剛也有在我們電競館的門口 有看到了Team Mist的跑車 一台非常帥氣的Lamborghini 想要嗎 如果說我這個去當個什麼分析師 然後可以分個一台 也不要分個一台 就讓我兜兩圈就好了好不好 你這個你就兜兩圈你就願意跳了 兜兩圈就夠了 您的節操在哪兒 你要把節操拿出來 兜兩圈你就願意不見了 好 那馬上為各位帶來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由HKE出載了XGAMERS 藍方是HKE 紅方是XGAMERS 沒錯 在昨天的HKE對上MEC的比賽裡面 其實可以看到是HKE很著重於雷茲 或者是像是進爪這樣帶領風向的角色 去做一些封鎖喔 這個應該算是大家都要尊重的 誰敢不尊重雷茲啊 這不尊重雷茲是會招天錢啊 但我覺得進爪在右身上 可能不用去做特別的針對 進爪 你這樣的意思是指 他右的進爪玩得不好囉 湯米你怎麼這樣啊 沒有 因為有雷克薩的這個順序之下 右會先選擇雷克薩而非進爪 你知道這場關鍵是懂嗎 我覺得First Pick會拿掉雷克薩的機率 差不多87% 因為有丁特嗎 丁特跟右其實是很像的Jungle 就是那個點數大部分都點到智力上面 喔 動腦的 對對對 那個手指操作上面 跟那個協調圖可能沒有點的那麼高 所以是一個智將 智將 智將的概念 不是武將 是智將 沒錯沒錯 這個坐在後軍 後面的這個 這個運籌帷幄的概念 沒錯沒錯 而且兩個Jungle 都是隊伍的caller 都是caller 所以我覺得他們著重的點可能會在這個 這個坦型Jungle上面的陣度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說真的我覺得雙方的中路 能力應該直揮加油 好久沒有看到有人幫又來加油了 真的好久沒有人幫 我每次看到又都是在噓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上次他那個莫名其妙的那個女子賽 他來本人家的 本人家的滑鼠抽走了 幹什麼 對不對 不要這樣 台下都在噓他 這你就把它捲出來喔 不過我們要把焦點放回到Ben角上面了 進爪被封鎖掉了 這個還是不放給對方來做選擇喔 但是在XGamer這裡的話 跟昨天一模一樣 他還是ban他的進爪 對還是ban 我個人覺得這個 我剛剛正常講說他的髮線快要跟他的角色值一樣 咦 不是 我這邊是放 他們最後是選擇了ban 雷克法 他們決定真的不給你搶 但我會認為ban掉機器人的話 那你要小心的是OLE拿出Mayby亞歷斯塔 或瑟雷西這樣的開戰英雄喔 其實OLE拿亞歷斯塔的次數比較少 不多啦 不多不多 但是我覺得放雷茲是一個相當相當大的獨注 是 我覺得是很恐怖 你放的這隻角色代表著是 可能在大後期的時候會有 這個魔王可以在邊線分推 瑞森再拿一個PENTA 他這個就是很明顯要故意要 有點釣魚異味有沒有 你看他的答案 他的再拿一個的意思是他三個已經拿到了 可是三個 還被剪成highlight啊 但是XGAMER現在是陷入了一陣場考 在打野位的YO要選擇 我覺得他們應該 應該不算場考 我覺得這是他們100%預料到的畫面 所以他們這邊應該是綽綽有餘 不是綽綽有餘 我覺得應該不是不小 你覺得有這種可能性嗎 又忽然說 我忘了 我忘了 這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計畫好的放雷茲 但是要有一個反制他的手段 那這個手段是什麼呢 而且呢在 我記得在XG對上JT的時候 他們也是放雷茲 他們選擇拿捷打雷茲 那一場的結果雖然不太好 不過代表就是說XG的心裡至少有這張牌 或者是有這個底 當遇到雷茲的時候我要拿捷來對抗他 所以非常有可能 我覺得這場他會再拿一次 也有可能 可是因為我們在MSI比較常看到的是 拿阿切去對到雷茲這條線 但阿切也被BAN 但阿切也被BAN 那代表就是雷茲可能比較怕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可能像剛剛球講的 捷這樣的英雄 其實不太怕捷 我也覺得不太怕捷 完全不怕捷 但XGAMER可能認為捷是好的捷嗎 是應該有得捷 就有得捷 在亞歷斯塔放到了Suki的手中 其實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在上一季春季賽的Suki 拿了亞歷斯塔的表現都開戰 持幾點都非常的好 兩邊的輔助位其實都是擁有 這種比較算是強開的責任在身上的 沒錯 那這邊直接換上艾希 艾希的話也是一個強開 是0%但是不能怪他 目前勝率0% 這要怪玩的人 所以您的意思是 玩的人不是那麼擅長這樣的英雄 但BeeBee很擅長 BeeBee很擅長 BeeBee很擅長 但他們沒有贏 這不能怪我 那要怪BeeBee 原來不能怪你要怪BeeBee 我們看一下左邊的Hong Kong Esports 鎖了一個80位的伊澤瑞爾 我看到那個開頭影片 每次看到BeeBee 看一次笑一次 為什麼呢 他被綁在那個上面的時候 對 哼哼 他看起來很像那個棺材關了酒 打開有點水腫的感覺 沒有你那時候在看片樓的時候 你跟我講了什麼 BeeBee怎麼變得那麼 那麼 我們也不好意思講人家什麼 我們也不好意思講人家什麼 對不對 我們沒有那個資格 沒錯沒錯 不過Hong Kong Esports鎖了一個 下路雙人線的伊澤瑞爾 配摩甘娜 這個OLE的摩甘娜 要再一次的出場了 這個也算是OLE的一個 招牌角色 算成名角 招牌角 對 招牌角色 但Suki是放棄了亞利斯塔 想改用了擁有遠程部分消耗能力的布朗姆 那這邊跟下午我們播的這個 孝季杯有點 有個87成像 說不定現在就是參考孝季杯的出場 你看這邊 這邊艾希 然後這邊OLE直接鎖了摩甘娜 我覺得摩甘娜對艾希來說 真的是一個巨大的Counter 而且我相信 以OLE的手術跟反應力的話 應該不會像我們下午看到的 應該不會看到的一個畫面 應該不會看到下午 就是摩甘娜黑隊來不及套 這樣的一個畫面出現 對 不過在右邊的話 Swako掏出了他的吸血鬼 吸血鬼 吸血鬼算是他 使用了算是相當頻繁的一個角色 血鬼好打雷茲嗎 我覺得不好打 非常不好打 因為血鬼的傷害是 慢慢來的 就是他必須要等他CD好 Q一下 一波又一波的 然後噴一下 但是雷茲的傷害是你今天上來這一下 我就不會讓你回頭了 非常有可能會這樣 非常有可能會這樣子 而且Swako帶上的 並不是像TP這樣的一個 團戰支援型的兆娜之鍵 他帶的是鬼步 沒錯 他帶的是鬼步代表 鬼步的話呢 主要重點就是想要打一個後期的會戰 沒錯 後期會戰的話 有鬼步的話 對吸血鬼來說他的發揮會好很多 但下路這條線的話 兩個佛雷爾羅德的英雄 一隻艾希 一隻布朗姆 對上了伊澤瑞跟歐雷的摩甘娜 一個來自愛瑩島的女性角色 你認為這樣的對線是好處理的嗎 對於XGAMER來說 這樣的對線嗎 我覺得對下路的對線上 以兩邊的組合來看的話 幾乎打不出任何的結果 這個摩甘娜的Q要Q到艾希 我覺得有相當大的難度 那如果真的Q到的話 那一定是艾希這邊可能是一個巨大的失誤 或者是可能被GANK了或 會有一些意外性的外力 來造成 你是說像東方的神秘力量這種奇怪的外力嗎 或者是他可能忽然忽然腳抽筋 有可能 會被這個摩甘娜給Q到 那如果這個摩甘娜的Q是Q到布朗姆的話 說真的布朗姆根本不動不動 他就舉個盾 他就舉個盾 那伊澤瑞爾也不算是攻擊頻率高的角色 他只能一個普攻一個Q 然後之後打完之後再補一個普攻 那布朗姆就 天啊我的天啊我掉了40滴血 好恐怖啊 好恐怖喔嚇傻了 艾希這個時候就會靠近布朗姆 然後他一下就跳回去了 然後就走了 這個是很有可能的發生 這非常 在這個過程中很有可能艾希射了一個兵箭 就艾希這邊換血防害 贏了一丁丁 一丁丁 就變成說下路我覺得要打出一個結果是非常困難的 那中路這邊我覺得 那是偏濃吧 一定是偏濃的 而且吸血鬼還帶上了多蘭盾 先賺八塊 先賺八塊 賺了十一塊啊 這來回就十九塊 再加八塊 所以一共是二十七塊錢 下路了Raison 被對方兩個人給抓到了 震盪冰鋒的四層要打出來 Raison先叫了奧數月千往側邊走 再叫閃線上牆 直接逼出一個 哇那這個拿二十四塊換一個閃 那我願意給你兩百四十塊啊 哈哈哈哈 你要換十個閃都沒有問題啊 哇 太賺了 這個CP值 太高了 好削 真的 削翻了 一等還點了奧數月千啊 他點了一技能 對 他逼了他點奧數月千 整吃兵啊 所以一等的 有點難過 那這代表是第一個 你知道這個最快的是什麼嗎 他們把他逼退之後嘛 他們不要回來這邊 他們去蹲在他們的三角草 啊 啊 有沒有 沒有重點是像 沒有啊這邊 這邊我覺得HKE也是相當聰明 他知道很有可能 下路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他們直接選擇逆EU 對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一個開局 就是只要前期被逼招 就是直接逆EU 換線 因為逆EU的話就變成說 我的遊戲前八分鐘大概都在填打 然後我的閃線也差不多要轉好了 對我的閃線就是一個 強迫閃線轉好的方式 對 而且也因為剛剛先丟了一個閃線的關係 所以其實如果SM像現在這樣 先開了一個camp 一搶到兩等之後線上的優勢就會出來了 喔 這邊要硬鬧嗎 他們這邊像鬧紅BUFF喔 喔 有走得進去喔 上路的瓶血已經是交會了 這個雙十 一個愛影禁錮 喔 拿到了 又回頭開了一槍 那如果是現在這樣的畫面的話 其實對XG來說就是很賺很賺的 很賺 還蠻賺的其實 吃完了雙十 然後往地圖的下半步走 代表的是要應該先拿第一個藍BUFF 然後OLED開始地圖上面有走 那這邊兩方的做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樣 好早期的跑線 我們可以看到XG這邊是直接走一個body system 哎呀 拼了出來一個愛影禁錮 命中的小兵身上 SWACO扭腰躲過 這個愛影 他應該沒有扭 根本沒看到他 就往前走 這個就是一個賭注而已 框到了就是 就是逼一個閃 那沒框到其實也 不會怎麼樣 因為說真的OLED回到線上 這個一則正在空間 他回到線上他也只是打醬油而已 對 所以也沒什麼事做嘛 對 對 逛逛街 身體身體好 跑跑步 沒錯 在關鍵天賦Kistormatrix的部分 雷姿帶上的是風暴浪湧 那佛拉迪米爾帶上的是 時光之力 大家對於這個 在網路上面有一些觀眾 對於時光之力這個天賦的帶法 有一些討論 那其實LCK很多的選手 也都是帶時光之力 那是因為 應該是因為吸血鬼的被動 是可以血量跟AP的轉換 沒錯 那其實不只是這個 血量跟AP的轉換 是說真的 你以一個吸血鬼的角度來講 你真的沒什麼好帶 我們來看看一下 這個最後一層天賦 有沒有什麼對吸血鬼有利的 唯一一個有用 可能是明火之勇 可是說真的 明火之勇的前面的點數 對吸血鬼來說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是 吸血鬼會比較想要這個 40%以下增長 對 或者是 需要最左邊的防禦天賦的一些部分 例如說在 就是會增加那個 增加回復量 最右邊的那一層 增加回復量 所以他的吸血的吸血量 跟大決的吸血量會變高 對 然後跟 跟最底下 就是說真的也沒什麼好選 也沒什麼好點的 你看 風暴浪有看過這樣的帶法 但其實也比較少 因為 像今天SWACO戴上的吸血鬼 是帶著鬼步 而且在 這個延續球球所講的 剛剛有一個回復血量變高的 這種情況下面 是因為 現在的海克斯科技左輪 他已經不提供了魔法的吸收傷害 應該說是 那一格 增加回復量的點數 對吸血鬼來說是 必點 好用 那以這個必點的出發點來 探討的話 就變成說是 你的點數必須要怎麼點呢 你這個地方一定要有個12點嘛 對不對 假設這邊一定要有12點好了 那我難不成要18-0-12嗎 那樣的話又覺得 怪怪的 因為左邊拿到的東西 並沒有那麼多 那你要打 點0-18-12嗎 你中間只剩雷神 雷神好像也沒那麼好用 你又打不到三下 或者是三下對你來說也沒有很重要 那乾脆就是 就點最右邊那一排 你就只需要最左邊的 一點點的回復能力 所以就點個 點個12-0-18這樣子 是 如果想跟球隊同樣是 你對於吸血鬼之講說一定不陌生 S2的血王 你也很熟悉 我很熟 你也很熟悉嘛 那吸血鬼這個角色 其實現在的出裝有兩種出法 在LPL很常出的是 先出了海克斯的科技腰帶 幾乎八九成都是這個腰帶 但是有一些 也又先出了振奮盔甲 這樣的出法 我覺得關鍵在於打線的情況 他如果童年過得 不是那麼開心的話 他會出振奮 他如果過得非常愉快的話 他一定會出 海克斯科技腰帶 這個東西其實是 給比較多的傷害 這個腰帶本身是一個位移 光這個位移就值那個錢 它是一個位移 加生命 還可以讓吸血鬼轉換成AP 然後AP還可以轉生命 沒錯 還有10%CD 重點是吸血鬼沒有位移 他還給了他一個位移 這真的是 蒙拉減小一口 就超級棒 還就給你一對翅膀 沒錯 給你一對翅膀 這裡的雙人線 在中間的短暫暫停之後 就已經掉了回來 目前的右來到了等級3 進入了對方的下半部野區裡面 跟九筒插件而過 因為丁可已經慢慢地往下半部靠了 正在吃對方的四鳥 這邊會被眼睛看到 這邊被眼睛給看到了 這個紅眼應該就不保了 對這紅眼是要被排掉的 Nexus目前等級2 跟著上路的特朗德是有一等的等差 丁特排完了眼睛 目前的視野掌控 丁特是在積極地建立起下路 可以讓Mapos有更好的壓線能力 側邊的OLE也已經是讓摩根娜回到了線上 難道丁特又要再展現他的偷吃功力了嗎 他才三等 沒有沒有 三等偷吃是會出人命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現在的小龍其實是比較難吃的 難度很高 中路Gear是回補了一波滿錯的水滴 他這個是一個硬回補你知道嗎 就是我真的很想要水滴 不要阻止我 不要阻止我 我一定要買到這個道具 目前的Gear開始進入他雷射的疊魔期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中路 中路的選手都是一個壓力測試 就是你一定要會雷茲阿切爾這兩個英雄 幾乎都要會 然後其他像吸血鬼這種就是附帶的 你只要不會雷茲的話 你的隊伍藍子方都少一個ban 光這個點你就必須要練 還不練腳嗎 這個角色當然是要練的 如果你的藍方少一個ban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這遊戲要怎麼玩 所以才會有藍誰死誰這樣的一個出法 也是有這個可能性 對 目前上路的對線 瑞森的閃線已經快要轉好了 就像球時所講的 利用幻線度過前期 這個沒有招式 也沒有招式技能的一個弱勢疲乏期 目前的龍奔奔艾希 回補之後是利用了300塊錢 先買出了一等的鞋子 買了一個鞋子 其實買鞋子的話 主要也可以幫助他躲摩甘娜的Q 是 這樣的話摩甘娜要Q到他可能不只要腳抽筋了 這腳都會麻掉 嘿嘿 但以伊哲瑞的角度來說 他則是先買的太儲品 這個會小小的拉開疊滿之後的一個金錢差距 總共的刷口利用鞋子潮汐 開始洗冰 其實現在吸血鬼打線還蠻強的 還蠻強的 我覺得這就是吸血鬼最厲害的地方 他就算打線打不贏你 他也可以用洗線的方式來 來 就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效果 因為過去大家會認為吸血鬼的節奏很慢 在9等之後 唉唷搶到一隻小的 不錯 這邊是又在入侵丁特的野區 這個畫面其實很少看到 正在奪奪這個聚會鳥 丁特的重擊下得很準 把這隻鳥收入口袋 真不愧是最會中的丁特 這個鳥怎麼可能會讓你搶走呢 這是信心重擊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一個野區掌握住的丁特 目前應該是在尋找一個支援的機會 NEXT進入了丁特的野區 在雙石區下了一根眼睛 這個要gank到有非常大的難度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 他只是一個葛雷夫 葛雷夫說真的只是想農兵而已 他應該沒有什麼 沒什麼打算 沒錯他現在只想刷野怪而已 但以目前來說 上路的XG 是想要把線路往前硬帶的 一個暗影金箍出手 Suki回身絕路雄心中盾 就像球球所講的 扣了40滴血 好像也還好 差不多就是40滴血 大家這個過程中也是一樣 就是艾希回進了一個兵箭 就這樣 對 也不能更多了 也很難再更多了 也很難更多了 那這邊就真的要看兩邊的打野 要如何來帶領風向 因為丁特 選摩根納我覺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舉動 因為這邊說真的 如果他不是摩根納的話 很有可能這個伊者的塔 已經被磨到半斜了 可是摩根納呢 這個黑水可以幫忙進冰 可以把線往外稍微帶一點 他的功能已經不只是輔助了 但是剛剛又入境了丁特的藍區 而且種出一個靈魂 丁特還想要走回來嗎 夜路走都要碰到鬼了嗎 又在側邊看到了丁特 後方有Suki趕過來支援 所以丁特並沒有繼續往前作戰 側邊摩根納丟了一個暗影禁錮 瑞神也趕到丟了一個秘書射擊 兩邊都是互相交換的招式跟血量 這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應該說他在下半邊的眼 河道處的爭奪丁特一個肚子往回 SWAKO放了一個血之潮汐 我剛剛正想講說 這個YOU這邊在下路的那個 湯米旁邊有放了一個眼睛 什麼下路的湯米 你不會說下路的球球嗎 看到湯米被殺掉 我們一人一隻嘛 看到我們兩個被殺掉 看到我們兩個被殺 不是好痛 看到我們兩個被殺掉 所以他這邊就直接選擇了 就是用交換的方式 換了他的上半部野區 差那麼一點點 目前的YOU跟Suki兩個聯手 要來搶這個藍霸 風險破壁有點高 後面的GEAR雖然是滿血 魔量不太足夠 艾燕金谷出手 後方精準彈幕也刷了進來 在這個窄口裡面會是吸血鬼 很強的會戰地點 這邊雖然說沒有能夠搶到 不過至少他們成功了阻止 雷茲拿到這個藍 對 只要雷茲沒拿到這個藍 其實影響是非常大的 會讓他的這個水滴疊的時間 大概最起碼多加三分鐘 多加三分鐘 對 這個雷茲倒數計時又往後延了三分鐘 現在的吸血鬼 他看起來壓力是比較大一點 難道他是要先出正份盔甲嗎 唉呦 唉呦 一個血之潮汐往旁邊一放 林特的酒桶還是很穩定的 拿到了整攤的野怪 現在來說的話 兩邊的前期打線都是比較平穩的 打了八分鐘還沒有任何的擊殺發生 而且兩邊的打野都還沒有比較積極的進攻 其實有看得出來雙方都有嘗試 但是其實兩邊的眼衛都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變成說這些嘗試就只於嘗試而已 對 從小地圖上面看到的是HP 雷森 雷森這邊也是反應不錯 昨天已經被蹲過了 沒錯 昨天一個尊榮級的禮遇其實是已經 讓雷森學到一些教訓了 哈哈哈哈 昨天是一個雷森的歡迎會 也算是一個出燈版 也算是一個出燈版 也不是再一次出燈版 再一次出燈版 再次出燈版 有更好的回復能力喔 特朗德也是要以狂怒九頭蛇為出燈走向 目前HK的OLE 開始地圖上面的遊走 在這個轉角又開始叫了RECALL OLE有沒有看到 這個RECALL有被看到 應該是有被看到 那其實這個RECALL被看到 也沒有辦法曝露出任何的訊息喔 說真的 因為這邊野怪已經全掉了 你也不可能 你唯一能判斷就是這個葛雷夫 這個葛雷夫不會再走回你的上半部江湖 頂多就這樣了 但現在小龍兩邊都還沒有嘗試去摸他喔 以上路的兵線來說 應該放一個ADK在單線農兵 但如果要拿這條小龍的話 勢必是把ADK調來地圖的下半 XG現在是有機會的 我們可以看到雷茲這邊比較慢回補 那吸氣鬼這邊已經回補過 而且補了兩件裝備出來了 那葛雷夫這邊也是在下路 而且上路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摩甘蘭也在上半部喔 所以這邊是有機會XG可以直接開這條龍的 喔 丁特想要來保護住自己的視野 所以可以承受丁特的第一波的傷害 還有一個大決 喔唷 這個盾瞄舉 把這個爆炸九頭的傷害先給抵消掉 再調整自己的位置 往自己的家這邊一炸喔 他主要是架起這個盾的那一瞬間 會把那個桶子從半空中擋下來 沒錯 就變成說丁特這個想要回推就失敗了 那左下方的小視窗也可以看到的是 LCK的龍組的選手們已經到了電競館 然後來觀賞今天的第一場比賽 希望HKE跟XGAMERS可以開始打架了喔 這個大家最喜歡看的就是打架 哈哈哈哈 大家最喜歡看的 喔 上路的TP已經亮了起來 這個是Nexus趕過來地圖的上半部 丁特隊滾動九頭 Nexus原地丟了一個石鍋攔截 但反身吃到了摩甘蘭 愛影經過再承受了一波傷害 中路一波Gear的爆打 刷口放了大絕 但Gear是開了大絕往後撤退 中路兩邊是招式的互換喔 並沒有打出任何的擊殺可能性 兩邊都交出了自己的大絕 不過這邊雷子是小賺喔 雷子的大絕回的很快有沒有 他那個大絕根本就是小招啊 刷一刷就CD又好了 根本就是小招 根本就隨便亂放的 但目前來說的話 兩邊都還沒有做第一波的進攻 Nexus剛TP來到地圖的上半周 又recall回家了 因為下路特朗德已經推了一波大的兵線進來 而且又在吃毒蛙轉頭 沒辦法接受到這波兵線 這個TP上路我覺得算是 差距的一個小小掉線上的失誤 他根本沒有必要交這個TP 他只要提前 提前集結就好了說真的 如果要這樣子交TP的話 是否雙人線應該是 剛剛這個時間點就先recall 然後到地圖的下班補這樣 不一定 因為他們是想要把雙人線放在上路 要放在上路 對 但農一農 就實際單人線 應該說AD放在上路 農一農 農著農著就輸了20兵了 對 那這也不能怪他嘛 沒有 因為剛才是 一者在控陷 然後艾希有一條 對 而且剛剛那一大波兵進來的時候 是艾克爾飛上來 把那波兵撿掉了 是 所以變成說這個 艾希這邊就直接掉了那波兵 虧 這算是技術性掉兵嗎 技術性掉兵嗎 艾克爾想吃兵有沒有 但艾克爾他就算吃的那波也沒有贏 代表著間接的啦 間接的代表著是 因為他下路這波也是掉了一點 他的上路這條線也是輸的 沒錯 就關鍵在於說 就是剛才差距的那個調線 很明顯是一個很大的失誤 是 雷茲也是買了自己的清零之靴 其實他帶的是風暴浪湧喔 這樣的跑速跟 整體的輸出位置 可以不斷地做游移跟調整 目前Nexus 繞來了地圖的中半部 在四鳥的小洞洞裡面 有嚇了一個HKE的眼睛 哇 這個眼睛 為什麼這隻眼睛會下在這個位置 意識 真的是意識 不過他是很久之前放耶 所以他這個意識也意太久了吧 他可能已經預測到對方 有機會可能這樣繞上來 我是不這麼覺得啦 這聽起來是有點鬼扯 不過又是在對方的藍buff區 下了一個點位喔 是想要再一次的掌握第二個藍buff 但丁特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我終於有看到丁特走過來喔 走進來這個眼睛下了下去 有把Record的這個意圖給看到 下路也打了起來 Maposau六個五階兵組頂著Nexus一下 Nexus往回 想利用自己的時光樞紐來做一些傷害的換血 不過回程的這一波 傷害是沒有打到Maposau的身上 應該是沒發生什麼事情喔 還OK 兩個大坦 因為畫面上面也沒有發生什麼擊殺 所以兩個大坦打起來的話 還是要轉波 敲了個急凍領地 Maposau很兇往前 想要把Nexus押出這條兵線之外 想要榮到對方喔 往前一個坑咬 Nexus一個向位轉移 打上來一個五階兵組頂了一下 Nexus的計時開始還在 但Maposau吸了一個三個霸體顯得好高 而且傷害也好高 Nexus已經較近的閃現 往前普攻Maposau拿到了手殺 這個單線就被打爆了 我覺得這個也太糗了吧 這個是我覺得算是蠻低能的一個失誤喔 非常極限低能的一個失誤 比較低級一點的失誤 比較低級一點的失誤 就是初階的失誤 他覺得特朗德沒有魔了 而且特朗德沒有大絕 所以他決定上去跟他打一套 結果還是自己就被敲死了 特朗德那個魔應該是有 算好是他還可以放一個聖路霸體 這個死法算是蠻 蠻扯的那種 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是個人死 就這樣吧 那就這樣吧 不要學我好不好 我們同一個年代的人一樣 Nexus上路被一個單點的擊殺之後 代表的是Maposau 這條線已經具備載制能力了 如果繼續讓Maposau 在這條線對上了艾克 代表的是這個Nexus不好過 這個你不說我還以為 我還在播這個笑技杯 這個下路莫名其妙就會貫穿 哎呀這個下路 應該說上路的單位先莫名其妙就會貫穿了 上路先莫名其妙好像就貫穿了 然後現在我們等待的就是 另外一條線路再貫穿 然後這個團戰就要打開了 應該不用打團戰 兩路都貫穿還打什麼團戰 也是 就是會變虐殺 兩路都貫穿的話 就是放龍放塔 放一放然後 就跟MSC一樣嗎 主堡也送他們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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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對手不一樣 我們打的是閃電狼 哎呀你們打的是電狼 打電狼誰敢不放啊 也是啦 阿拉拉最會了 現在的GEAR 在中路浓得很爽快 ROA拿到手 現在Nexus 跟著又要一起來做一個野區的入侵 但丁特其實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喔 所以其實先進入草召裡面確認一下 沒看到 哎呀轉腳遇到艾拉 丁特一個肚子腳的閃線 先離開 Nexus還想往前 硬頂特別的發射箭出來 但是沒有命中 這個肚子 他那個肚子有點不巧 剛好艾克滑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肚子就會被艾克撞下來 沒錯 這比較寬 整個模組比較寬 丁特也是直接讓掉 哇 他們這個是不是有心結 什麼 丁特難道現在看 皇上的三郎你也敢搶 你敢搶 正不給的你不能搶 不會啊 說不定你以前的野怪你也不想讓啊 沒有啊我以前的野怪 我有出跳拳啊 所以沒什麼差是不是 是沒什麼差啦 所以以前並不是你不想要 而是中路要 然後你只能給他 就給他嘛 也沒什麼好吵的 好那上路的防禦塔 已經被一隻二隻給換掉了 下路的這隻獵地飛龍 也是掌握到了右的手中 下一條小龍會出來的是 玉水飛龍 瑞森轉頭 是帶著歐雷一起來 吃這個玉獅者 丁特也已經趕了過來了 這個是很久沒看到 兩邊各交換一個大型的地圖物件 目前玉石澤的話會持續 20分鐘的這個效果 現在玉石澤真的是有 這個拿的價值 我覺得非常有價值 在第一條龍上面 尤其是在逆EU的情況下 拿一個玉石澤 作為交換 換這個第一條龍 我覺得玉石澤這邊 是小優一點點 小優一點的 尤其是如果 是正常對線的情況下 你的上路拿到的話 對方上路真的很難跟你打線 如果說這個玉石澤的BUFF 交到了Maple Snow的手中 那個Nexus就要哭了 他現在已經穿了 他應該不只就哭了 應該更慘一點了 更慘 都要跪了是不是 對 都要先跪 中路的雷茲跟著 SWACO的吸血鬼對線 對了這麼的久 SWACO第一件裝備出了 海克斯的科技腰帶 最後還是出了腰帶 這個東西真的太好用 真的太好用 真的太好用了 那個位移太重要 尤其是例如說 吸血鬼在追人的時候 他最怕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都是 你可能交了 你交了你的Q跟E 兩波傷害打完的那一瞬間 你想要貼近他 所以你按鞋子 你鞋子的時候 對方交一個閃線 然後你就 再也看不到他了 對 然後你起來之後 還會被對方可能控制機會把你流出 但是這個時候你有這個手套 不是手套 你有這個海克斯腰帶就不一樣了 你起來之後 還可以馬上按一個腰帶 再補進一步 再往前踏一步 沒錯 如果大家有在注意 新版的吸血鬼改動的話 下方的這個能量條 其實就是你的 Q技能這個吸血轉換 吸血 你吸血 主要是你什麼時候 有辦法拿到這個血量的回復 第二層的時候 他會有 我記得沒錯 他會有兩倍的傷害跟回復量 沒錯 那就端看這個SWACO 現在擁有領先的情況下面 可不可以帶領隊友 把風向給搬回來喔 不然端端的 17分鐘 HKE 其實也是打出第一個首殺 但經濟已經是差到了 快要3000塊錢了 快3000塊錢的經濟差距了 哇這個Nexus 打得非常瘋狂喔 Maple Soul有拿到優勢 但艾克還是往前硬砍 沒有剛才小兵比較多嘛 就是特朗德給他面子 所以說真的特朗德 掉這件血 對特朗德來說是不痛不癢 他的被動 他把那波兵吃完之後 他血可能又滿了 而且他還出了狂怒九頭 所以有吸血 沒錯 下路丁特的蹲點 想從下路打開破口 但目前又跟Nexus的跑線 想幫助SWAKO在中路打出一點成果 但是是無攻而返 那幫吸血鬼GANK到 真的是有一點難度喔 我覺得這個就是吸血鬼 最大的缺點之一 就是吸血鬼 雖然說他是一支 會戰影響力非常大的角色 是 不過說真的 要從他身上打出破口 真的很困難 他一定要 他一定需要時間 比起什麼勒布朗來說 對 傷害沒讓他給得這麼立即 勒布朗 你幫他GANK 會有很大的回報對不對 就算你完完全就沒有GANK到 一個勒布朗就這樣平平的濃到25分鐘 勒布朗還是有機會 中路已經打起來了 側邊的YO跟OLA 也在河道處相望喔 不過魔法水件剛剛好像是出手 然後就打在Morgana的身上 中路SWAKO跟GEAR交換了一波的招式 兩邊的交手之後 SWAKO的血量是略低的 看起來看不太出雷姿一波爆發 但目前SWAKO回到野區裡面 看到了嗎 血血轉換 兩層之後雙倍的回復能力 雙倍回復能力跟雙倍的傷害 太厲害了 算是很好用 還不錯 這主要就是他打線換血的關鍵 他只要能夠把這個 把他的那個兩倍運用得很好的話 他在換血上最大的優勢就是從這個地方拉出來的 是 現在的艾希雖然說裝備上面並不是太好喔 可以看到的是他先出了一個暴風大劍 然後再來是考菲爾的戰錘 但他並沒有像我們平常常看到的 以瑞蘭的颶風劍為第一個出裝 沒錯 他這邊算是不太一樣的一個出裝方式 對 因為我們理解的應該是瑞蘭的颶風劍 可以提供他比較容易的洗兵能力 而且不只洗兵能力 可以讓他的這個 讓他這個 讓他這個 Q的這個散射箭的這個 沒錯沒錯 疊得比較快 目前龍門們是不斷地利用自己的CDR 也是買錯了考菲爾的戰錘之後 有實話的CDR給予 然後不斷地利用W技能的萬劍齊發 在整個兵線上面做掌握 但丁特在側邊的蹲點已經蹲得非常非常的久了 一個應急長空 直接突破了丁特的一個蹲點 所以這邊差距要想辦法打出 最起碼要找一點破口 不然這邊有點慘 現在該怎麼做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怎麼做都不行 怎麼做都不行 這麼被動 很被動 因為從他們的角色來看 他們的角色我們這樣看好了 你覺得要誰開戰 中路剛剛原本是Racer往前一跳 但反身龍門門丟了一個魔法水晶劍 還好Racer有交而閃現脫離 他們唯一的一個開戰機就在這個艾希身上 可是這個艾希現在必須要在中路這裡站著 但是這個站著的時候 有一個摩嘎納在旁邊 對 所以變成說你絕對不可能開得到 那你也總不可能叫一個葛雷夫去開戰吧 是 葛雷夫到底要開一個毛線啊 他沒有任何流人能力喔 沒錯 不過上路的Nexus已經想要打了起來 Meposu往前一堆 深度霸底吸了一下 Nexus較勁的計時開始 現在是三個人來毆打Meposu 但Meposu好坦 這道冰封沒有被打得出來之後 還見一個Suki的冰河烈系大絕 Meposu最後還是倒在了艾克的時光棒棒之下 這個我真的只能講 在沒有眼睛的情況下 視野都沒做 你推到人家二塔 前面才20分鐘啊 給點尊重啊 人在江湖飄哪有不挨刀 你現在挨刀了嗎 被制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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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路的Gear也推得很深 但現在這個雷茲 可是其實差距這邊也算是 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來殺他 下路的兵線整個被雷茲帶了進來 Swako想來防守 被雷茲暴打了一套 雷茲開來大絕再個符文經過 Swako血量已經快要見底了 這波看破打得好漂亮喔 而且他打完之後還是 就是最後一個Q Q出來之後直接回頭有沒有 帥氣拉掉 哇 右這裡想用face check嗎 滑步往前 但是Gear給他 他只是想吃兵啊 對 Gear並沒有往回喔 是給他一個生存的空間 如果這個時間點Gear Gear就跟右的法線一樣 一去不回了 那如果Gear回頭打右的話 有沒有機會 他沒有被動 沒有乘數 他剛剛把他的乘數 發洩在Swako身上 OKOK 中路的Swako回家 是掏出了自己的振奮盔甲 現在的CDR估計應該是20% 現在有OLA這裡的單點控制箱 來打開風向 目前REASON帶的戰鬥狂熱 剛剛也是打在了右的身上 我看起來傷害目前來說的話 有魔劍以及海鳴霸權來說的話 傷害面向還不錯 在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這條龍就是關鍵了 但是艾西出的裝備很特別喔 他是先出了奪破之連 再加一把黃雙刀 我覺得這已經是XG最好的點了 這個時間點嗎 現在是Maple Snow最巨大的點 而且也是 算是XG最大的一條路 兩邊都不會過來的情況下 其實這條龍如果打起來的話 其實XG是比較有一點機會的 我覺得 但是第二條浴水飛龍 XGamers並沒有掌握住 讓HKE拿到了他們的第一條小龍 而且是可以在脫離戰鬥的時候 是擁有回復能力的這個buff來說的話 其實對於HKE這些角色來說 這個回復力是需要的 是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那麼好 畢竟XG這邊的組合 他們的組合是一個打一波的組合 他們一波就一定要打到底了 沒有在跟你鬧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中路這一波的夾殺好了 看起來目標是Raison Raison 先離開 我覺得這個就是XGamers 現在這個陣容比較尷尬的一個點 是在於 他們並沒有一個強制流言的能力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開戰 他們只有愛惜 對 我剛剛想想的是說 如果今天 舉個例子 如果XG這邊的中路是一個 法洛斯好了 那樣的話 浴水飛龍對HKE來說 真的是太棒了 根本就撿到寶了 沒錯 可是現在的這個組合 我們看到吸血鬼這個真的要開 這個混繞了一些 他想要去找丁特 對 他要去找丁特 看到丁特過來之後他去找他了 我的天啊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湯米你怎麼這樣子啊 什麼了 前幾天還有人要找我去看立英仔2 那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你去看了嗎 看啊 我進去叫了大概兩個小時 你跟哪個妹子去看的 沒有我跟奶奶去看 對 但是在四鳥區 剛剛丁特是叫這些大爵 為了捍衛他的鳥鳥 不是 捍衛這個對方野區裡面 這隻巨鳥 捍衛他方野區的巨鳥 還不錯啊 最後還是搶到了 有搶到有搶到 還行 還行 而且丁特回家是買出了 好久不見 這個 我熊熊忘了 肩甲 死者肩甲 死者肩甲 太久沒有看到了 太久沒有看到了 因為他之前的這個被動的緩速 打下去那個緩速其實是有被稍微被捍衛的 不是不是被捍衛 是巨大一刀 巨大一刀 被砍到沒有人要買他了 對 邊緣裝備 被砍完之後真的是很爛 現在我還是覺得很爛 因為 以右半邊來說的話 可能 魔法傷害的吸血鬼會比較巨量一點 這個裝備只有在 我覺得有巨大優勢的時候才會想要買 就是 你不需要坦度也不需要傷害 你只需要抓到人 你的責任就是 你只需要幫你的隊伍抓到人 因為你的隊伍是在太Carry的時候才會買的東西 不然 打野位應該都會出日輪的加冕為主 來看一下中路這一波 Sukic有一個雄心中盾 丁特想帶領隊友來推這個防禦塔 但Raisen很盡責喔 是不斷地利用秘書射擊跟普攻 不斷地在 塞這個對方塔下的英雄 而且是把對方防禦塔顯然給壓了低 不過說這種 因為龍門門這邊的發育其實也不是很好 所以變成說他這邊的poke 力道還 而且艾希本來就不是一隻非常優秀的poke腳 沒錯 他那個只能 他那個只能讓人感到很煩而已 哇這個又在轉角 遇到了艾影禁錮 一波要被帶走 往前後 往後一個滑步 Raisen還是射下了YOU的這個腦袋 又被抓到了 又被抓到 因為照理來說的話 你這個時間點往下走 你的野區 Examers的紅區是沒有眼睛的 沒錯 等於是盲視野走了進去 直接被抓掉喔 不過說真的 我這個不怪YOU 當然也要怪一點 因為畢竟死的是你嘛 對不對 但是 在中塔還沒掉的時候 對方是直接切進你家的Jungle 這樣子轉上 可是卻沒有任何的點位發現他 發現他們是 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不只是又一個人的失誤 這是一個團隊而言的失誤 應該是情報上面就有落差囉 特別Nexus在TP 自己取消掉 原本想來嘗試夾中 不過因為OLED買的是武術鞋喔 通常會這樣切過去都是 中塔已經掉了嘛 然後HKE這邊可能會確定 四鬼旁邊沒有眼 才會選擇轉上 對不對 剛剛這邊是四鬼還沒掉 他們是繞半圈過去的 Nexus被抓到了 丁特跟GEAR一個在暗上 一個在下面 這個腹背受敵的情況 還被炸在牆壁上面 丁特一陣爆打 搭配著GEAR的傷害 把Nexus給收下 這個好尷尬 他剛剛的位置真的是尷尬 他上去也不是 下來也不是 前面一個猛男 後面一個肌肉男 該怎麼辦 前面一個胖子 後面一個光頭 對啊 這聽起來好像一個很恐怖的片 Codino wa doji 你今天晚上要選哪一道 兩道都不是就被制裁了 真的 這個其實已經比 什麼後面是塔里克好很多了 後面是塔里克 後面是塔里克的話 被暈眩的人是不能說不的 也是 中路的防禦他被HKE給攻破了 中路的右 扭腰躲過了 腰力不錯 腰力不錯 好腰力啊 抽了滑鼠腰力也有練 下路了Swako 跟著Meple Soul的這一波交手 Meple Soul是被打退了 我現在覺得特朗德真的是上路 算是 一霸嗎 這真的是一霸之一啊 因為在 波比 中那巨大的一刀之後 波比就 白白了 再也不像從前一樣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那你有沒有機會再把波比帶回來呢 再把波比帶回來嗎 就可以再穿上那一套 甜點精靈的服裝 把波比帶回來 可以不要嗎 我已經把那套燒掉了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 這恐怖了 你竟然把那套燒掉了 不知道Moss有沒有把那套真娜的衣服給留著 他那一天撥完他的絲襪就被我撕破了 我們全部一起衝上去把他壓在那邊撕破 我好像也有耶 你也有啊 我是那個酒桶 主播賽評的日常就是在撕絲襪 你那套是最方便穿的 那套很熱 很熱 那套肉胎裝真的超熱 真的 在畫面上面看到的是 丁特再次入侵對方的藍區 又是這個靈魂 又是這個靈魂 掌握到丁特的動向了 這英文不散 跟著丁特 太恐怖了 側邊的又是已經掌握到對方的位置 有拼出來 又要從這個窄口走的話 會被包夾 但側邊已經打得起來了 哇 摩托神經是重戰了 歐雷身上遠方 又的一個大絕把摩托卡拉給收了下來 刷口利用了自己的腰帶往前 目標是Racer Racer是閃現下牆 想要逃脫 但自己最後還是活得下來 刷口轉移自己的目標 往上半部開始打 Maposu實現了一個深度霸底 在丁特把刷口的位置 限制在非常的後面一個肚子 先把刷口給留下來 就看Racer跟丁特要如何來收了 在上半部打了起來 就看Gear能不能收頭 先收下了一個Nexus 被動還存在有兩層 在身上疊了一層印記 但後方的Maposu傷害好高了 Maposu能不能逃脫 Maposu在用自己的緩速做拉打 Maposu這裡的血量 還非常非常的足夠 瞧那個吉隆領地 這鐵定沒得跑啦 柱子要來啦 你們兩個都是來自4layer 卓德的 我覺得你就去了吧 艾熙反身丟了一個萬箭起發 但還是倒在特朗德的巨棒之下 我覺得剛才 如果有重播的話 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是SWACO的一個失誤 他去追了Macer嗎 他追是對的 但是他閃現較慢了 我覺得是操作失誤 我不確定 是不是他的技能還沒轉好 但是我很確定 他如果有即時交出來的話 他是100%會殺掉他的 在這個大決持續的增傷 增加傷害時間 沒錯 Olay這個黑盾也嚇得太快了吧 他是看到了 對方控制來了 就馬上就套了 SWACO這邊追下來 在場機器已經被切開了 他這個地方 他下來之後 他閃現較慢了 來看一下龍奔奔的這個點位 現在正在積極地做輸出 但目前SWACO想要來個隊友會合 反而被丁特給卡住了 這邊是Maposnow1打4嗎 Maposnow加雷茲1打4 1打4 不對不對 其實是雷茲這邊在秀 雷茲這個閃現榜有點帥氣啊 直接把對方的兩個下路 雷茲給血量壓低 而且SWACO目前的血池也是交了出來 那起來之後 就只是等待在砧板上面的魚肉而已 沒錯 不過我覺得SWACO這邊真的 我覺得應該會殺掉雷茲 剛剛那個閃現感覺是慢的 應該說一定得殺掉 一定得殺掉他的 但是這邊沒有殺掉雷茲的話 就真的是糗大了 沒錯 這經濟差已經來到1萬塊錢 遊戲前29分鐘的時候 而且剛剛這一波團戰的失利 讓HK1把這條巴龍給拿到手 XGamers的狀態不太好 往前盾了一下 SWACO想來流Maposnow 但是反而被打了一套啊 側邊Gear也是夾了過來 Nexus吃了自己的 四空籃節的護盾 這個下中兩路的二塔 都已經被HK1給拔走了 哇 這邊已經是一個1萬2的經濟差 我覺得差距這邊應該已經 應該差不多走遠了 我現在不敢講 我怕我講完他們就忽然逆轉了 怎麼辦 不過這1萬2還能逆轉 真的是不太可能 這1萬2都能逆轉的話 這個右的頭髮罰線就回來了 跟你講 不會啊 那個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在上 我就好像上一季 上上一季的時候 有一場是HK1對閃亮的比賽 出了8000 40秒就回來了 40秒 兩波大團一條8龍 然後什麼塔什麼 跟著一起拿一拿 也是也是 好像是40秒 差不多 兩波團都回來了 是一個柯家師對不對 對對對 在那個紅BUFF那裡 對對對 贏的記憶力真好 真好 一瞬間就回來 那一場好像也是我播的 是你播的嗎 你好像是記得 好像是記得 記得老師也回不來 不會不會 之後他就回來了 之後就回來 我所謂的回來是指他會回台灣 並不是 他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但是又是殘血 這個血量估計只剩下40點 滑步了一下 不過後方Raison的狙擊很漂亮 一個精準彈幕 先把右給收下來 後方畫面一帶 看到Nexus也倒下 哇 Nexus這邊還想要來 幫助右 但是沒有辦法了 沒有辦法 這個右已經回不去了 已經走遠了 已經走遠了 但是目前很肥的吸血鬼 無法幫助隊友 把這個劣勢給搬回來 Gear買出了GA 身上來套著巴龍BUFF 目前是入侵了 XGAMERS的下路高地 OLE跟TITTER已經掠過 這個防禦塔的兵線 現在是想來強壓這個 高地的水晶兵營 中路還留著一個SWAKO 但看起來打不痛這個Maple Soul Maple Soul好坦 兩件的防禦裝備 而且SWAKO丟了一個血之潮戲 回復了一下血量之後 反而被Maple Soul一陣痛打 連中路也一起被攻破 HKE這一波踏上了對方的中下兩路 直接貫穿 這場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超過87%啦 一定贏了 穩贏了 我現在敢講 HKE這邊太穩了 穩定了 這個翻盤的話 感覺就是突然停電 選手滑鼠壞 他們可以叫暫停 是沒錯 他可能停電不能暫停 然後在停電之前 XG點了 A點的地板 往前點 點到對方的主堡 愛希就慢慢的跟著小兵推進去 你知道如果真的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估計那場比賽會被沒收 我們就要再播一次 我們就要再播一次 好還是不要發聲 這樣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目前HKE想要來尋找一個 直接結束遊戲的機會 中下兩路兵線整一整 直接在上路聚集會合 一次把對方給貫穿就贏了 這應該是不用 不用找機會 他們就直接走進去 機會就來了 因為對方也不得不打 不得不打 都站在你家門口了 對不對 現在的紅BUFF的轉交 到Racen的手中 也讓Racen給拿了下來 目前Racen也是四件套在手 再加一個水銀頭帶 冰特也是帶著 預示者的BUFF在手中 冰窗之星也拿到 這裡雙 雙物防裝再加一個日輪加冕 沒錯 這個是超級硬的 對這特朗德也是買錯GA 對我發現偶雷怎麼買了一個 疊書 偶雷怎麼買了一個疊書 還有驚人 偶雷也想上課 想上課 但以這場來說的話 確實可以幫對方 先預習很多課 上完車就上課啦 我覺得這個是 一氣呵成的 一氣呵成 坐著校車去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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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下課完再坐著校車回家 天啊 這有什麼難的 現在的上路 直接搶壓這個高地 SGAMER再不開就沒有機會了 我覺得真的要開了 現在SWAKO正在聚集自己的一個血池衝能 我怎麼感覺 又正在那個死角裡 就要莫名其妙就要死去了 對 而且龍夢夢也只是在後面 也被對方Poke 只是在半血 哇 看起來在回補的空間當中的話 HKE有機會 踏上這個高地喔 等待下一波小兵進來 因為下方已經有HKE的粉絲衝進去了 中路也一樣一個光頭帶著粉絲衝了進來 哇 保不太住 整個幫他都保不住了 來看一下上路這個高地 哇 SGAMER還沒有想要來開嗎 小兵已經衝了進來喔 哇 真的沒得打了 應該是要棄手了 但是如果這個 看起來是要來開團了 如果這個在棄手的話 喔呦 又往前一滑 但是趕快叫閃線離開 有兩個坦克坦帶在前面 那邊會是完全不扣血 直接看到人就打 從南天門一路 砍到蓬萊登陸還在砍 吸血鬼先把Etherer給收掉 再送給EAP倒下 GEAR這邊的狀態還算不錯 半條的鞋帶Nexus黏到了GEAR 在後方的自己的後排 已經全部死光了 SGAMERUS 失去了所有的隊員 只剩Nexus一個人往回 一砍再加計時開始 自己可以活下來 但是無法挽救自己隊伍的敗場 恭喜HKE在這場比賽 拿到了勝場 最後這個會讓OLE很帥 雖然說SUWACO這邊是非常帥氣的 直接叫我閃現那架鬼步 直接一波帶走RAISEN RAISEN是零輸出的情況下 但是起來之後呢 變成了一個SUWACO對OLE的一個one on one 結果one on one之後 單挑就輸了 單挑這邊直接被OLE給擊殺掉 之後OLE再回來 繼續受掉了這個艾克 沒錯 這一場比賽其實對於前15分鐘來說 或許對觀眾來說是偏慢的 沒錯 是偏慢的 但是其實也是因為 但是主要是因為他們的角色的關係 對對對 這些角色需要時間 沒錯 那你給到他時間之後 其實HKE這邊的做法也是相當好 他們集結之後呢 也沒有給HKE這邊太多傳奇的機會 對 直接一波攻勢 沒錯 直接帶走兩個兵營 然後就慢慢慢慢的就帶走了 但XLOSS不是 XGAMERUS這邊最大的問題是在哪邊 是角色嗎 還是 在整個開戰的性能上面 就已經比對方還要弱了呢 我覺得不能 我覺得開戰這邊是一個很大的點 是 那 不只是開戰點 我覺得打線期也輸很多 因為 我們看到艾克這邊直接就莫名其妙 被單殺 被單殺 目前艾克剛剛是上路TP一波 他把艾希的兵給搶走 但是 數字在 一樣的情況下面 但是下路特長的是單人在擁 沒錯 而且特長的回去之後還把他殺了 還把他殺了 對 變成說就是在這個小小的換線換了換了之後呢 就 拉出了差距 沒錯 我覺得這個BO2的第二場比賽 阿土教練一定要趕快調整自己的戰事 因為以現在HKE的瘋頭來說的話 昨天2比0結束掉那個系列賽 今天也有這個機會 以2比0的姿態來結束今天他們的賽程 像他們就會畏懼第一的畏懼 那你要的話HKE就要拿到 他們的小組第一囉 欸不是小組 這 目前的第一 暫時的第一 對 暫時的第一 那HKE這邊的話 其實今天的打法是蠻完整的 那 你認為HKE有沒有什麼可以講